大家好,包子迪,你从土工的主流新闻来看,看上去是牛逼轰轰的,整个人民日报的头版都是被包子迪给罢品了,全是在那里跟非洲的国家的领导人在那里握手言欢,指点江山,挺有意思 其他的所有的报纸都是跟人民日报一毛一样,所以说这是蔡奇指挥的,一点区别都没有,就是唯一的区别,比如光明日报这四个字不一样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就是爆头不一样,完了你和里面的内容一毛一样,说明习主义牛逼轰轰,霸气侧陋,回来了,呼喊三五又回来了 但是北京是一个谣言满天飞的地方,说情况没那么乐观,说这个习包子呢,本来是,人本来就有病嘛,身体不大好嘛 否则你怎么解释在前一段时间突然消失一个月呢 本来处在养病时期,现在这些习包子呢,主要是搞点虚头把脑的事情,接见一下外宾 是不是,往外面撒点钱,完了以后对中小学的学生,对年轻人喊几句虚头把脑的屁话 去搞这些事情,真正的外交,真正的军事,真正的经济 你有没有发现,习包子从他开始现身以来,他没有就经济的事情做过一句指示 没有就外交的事情做过一句指示,没有就这个什么,其他的各种牛逼哄哄的事情做一个重要的实操的事情做一个重要指示 全是虚头把脑,今天见一个外宾呢,明天去跟亲戀人去发表重要指示啊 全是扯淡的玩意儿,是不是,说这个习包子呢,一方面呢,是身体不大好,要继续养病 另外一方面呢,他的实权的确现在变成了一个分散的状态 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嘛,各管一摊嘛,就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呢,习包子呢,亡乎所以,觉得自己是不是快好了呀 是不是,要搞点事情 说这个,今年的中非论坛,本来呢,是他身边的太监呢,建议习主席呢,是小打小闹,是不是 搞一搞就得了,是不是,不要搞那么大的阵仗了,没什么太多意思 去年搞的阵仗特别大嘛,去年前年都搞的特别大 那简直是万国来朝,高鹏满座,全是乞丐 说这个,最近很多个五毛都看不下去了嘛,是吧 很多五毛都说这个习主席这么搞,没什么意思 人家就是找你要钱了,没把你当回事 结果习主席自己心里没点避数,在那里瞎搞 据说在这个中非论坛上面的,今天上午啊 9月4号的上午,开幕的时候 突然是兴奋过度了,还是身体又发病,突然又晕倒了 这会儿啊,我做节目这会儿,北京的部分地区 紧急戒严,为什么呀 所有的黑人朋友都瞎呆了,都瞎死本宝宝了 是不是,瞎得要死 完了以后说这个,北京的所有的这个大学 然后呢,要求学生今明两天不要出校门 北京的所有的中小学,要求这个学生今天下午两点啊 下午两点,然后就赶紧就放学 是不是,说这个有情况,有情况,出事了 出什么事呢,就是习主席当着那么多非中朋友的面 突然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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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不稳,然后突然又晕倒了 又紧急送到医院了啊,到底有多大个事不知道 但是你这个东西,你在国际场合出这么大的事情啊 所有的这些个非洲的领导人就吓着了,是不是 你身体不好你就休息呗,非洲的领导人虽然没什么文化 但是他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都吓死了 但是他们一个一个的辛辛苦苦跑过来,他们是有目的的,就是搞钱嘛,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这个什么,看到习近平突然晕倒了,他们就急了 是不是,就担心自己辛辛苦苦的跑一趟北京 完了以后劳失远真,如果回去的时候搞不到钱怎么办 这习主席生病要什么时候才出来呢 所以据说现场所有的非洲领导人都赶紧就发出他们的这个声音 要求中共提前给钱啊,说这个赶紧把这个会议开完了 算了,我们赶紧回去,我们国家还有重大的事情给 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消息很多人觉得是造谣传谣 但是呢,北京也有朋友说是真的啊,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什么呢 一个最简单的现象,就是这个中国的最彻不要领的五毛金三荣老师 今天上午出来讲了一番话,完了以后我都不信是他讲的 结果我真的是看不是人工智能做的是他讲的 他说这个非洲的领导人啊,这么多领导人,这么多黑人领导人跑到中国来 他干嘛来了,你以为他是真的是什么呀 他来求两件事,第一喊举一句口号 台湾是中国第一,是不是,我们真是中国统一,就这么一句话 喊完了一句可以,喊完了一句话马上就接下来搞钱搞钱搞钱 是不是,赶紧给钱啊,说他们根本就等不及 说是什么,一进场,今天会议一开场 习主席还没有讲话还没讲完,习主席还没有晕倒之前 就有领导提出了,就有这个国家非洲的领导人就提出赶紧给钱 没那么的废话,我们已经召开新闻发布会了啊 台湾是中国的,是不是,坚决支持习主席 我们已经进到了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了,所以你赶紧给钱 然后这个金三荣在那里破口大骂,说这帮非洲的黑人朋友 一个一个特别臭不要脸,脸皮特别厚,就这么说的啊 脸皮特别厚,人还没到啊,这个什么 给钱的申请单子就递到了 会,人还没进会场,先谈的是钱,给多少钱 然后呢,特别臭不要脸,说金三荣说了啊,给多少钱呢 不多也不少,说是五百亿美金加起来,就这么多 所以习包子开一个中非论坛,说这回呢要砸出去五百亿美金,这么多 但是呢,另外一个北京的朋友说,说金三荣的说话题 话题里面有误,数据有误,是习主席只答应给这个什么 这一会本次的非洲论坛,来中国的所有的国家 一共加起来才五百亿人民币 而不是五百亿美金,但是非洲的领导人呢 他们认为他们呢,这个就冲着这五百亿美金过来的 五百亿美金的话,大家分一分还是蛮多钱的 如果是五百亿人民币的话,那没几个钱 是不是,五百亿人民币这么,二三十个国家 每个人分不到几个钱,一个专机飞过来 在路上烧油就烧的差不多了,是不是 所以他们很不高兴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上的一个分歧呢 说是中共现在没钱了嘛 习主席现在不是定于一尊的嘛 大家各管一摊嘛,是吧 说这个中央财政,财政部,说这个发改委 说这个外交部都跟习主席反应,没那么多钱 一丝一丝得了是不是,哪有五百亿美元呢 五百亿美元还不如给俄罗斯呢 俄罗斯上不封顶呢是不是,你给他们有什么用呢 不就喊几个口号嘛,没任何毛的意义 最后所有人都请习主席就是量如为初 这回就小打小闹,搞搞得了 所以中央财政这边就是 最后大家都觉得就是控制在五百亿人民币的这么一个规模 然后呢,撒撒水啦,撒撒币啦 然后习主席长个脸呢 是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嘛 就这么一个情况 哎,结果没想到非洲的引导人,他一个一个的还别说 他们很认真的,他们冲着是美元来的 不是冲着人民币来的 再说人民币你搞五千亿人民币还可以 你搞五百亿人民币,你打发叫花子呢,不高兴了 哎,加上这个习主席身体又不好讲话的时候突然又晕倒了 然后我刚才又是有人告诉我说没有晕倒 是有点不舒服是不是 又在会议场上面呢,感觉到身体特别不舒服,表情特别痛苦 特别痛苦,感觉到有不久于人事业,衣服他妈的拿屎拿不出来的那种面部这个什么 紧张痛苦的样子被非洲领导人看见了 所以赶紧那个御医的就过来给习主席看了一下,母大爱 但是呢的确被西方国家,被这个非洲国家领导人看了个正着 所以现在西方国家领导人知道习主席身体不好 完了以后呢,又知道了什么这个钱才区区五百亿人民币 不干了,要求中共赶紧给钱,给钱以后他们赶紧回去,别搞了 这个会议要开三天,说开一天得了,是不是,赶紧回去 哎呀,共产党就是有点意思 还说是现在这个12点过后,北京的所有的中小学都提前放学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说不定今天下午就有很多非洲领导人要回国了,是不是 那北京的交通就要戒严了,如果这时候中小学大学的学生太多的话 免得引起交通堵塞,是这么一个情况,哎,所以北京现在局部地区盖严 要把这帮非洲的黑大哥一个一个要送走,一个一个给点钱打发打发算了 就这么一个故事,土工中国很搞笑,没钱你就别当大哥,是不是 你干嘛要当大哥呢,非洲这个地方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 你看人家邓小平过去多聪明了,不要跟穷人打交道 这是一个绝对的是一个聪明的话,我经常说邓小平的好话 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你不要跟那些比你地位低的人打交道 是不是,不要跟那些比你穷的人打交道,没意思的 人跟人之间他是有圈子的,是不是 你给你比你穷的人,比你屌丝的人打交道,你不外乎是满足你的虚荣心 你到时候你会发现你帮了他们,他们还不说你的好话 背后说你的坏话,你只有跟你比你牛逼的人 比你穷,比你富的人打交道,你又赚到钱了 而且他们也能够拉你晚上走一个台阶 实行你那个人生的阶层的转换,你说是不是 所以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习包子不懂 我告诉你,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懂 我老是跟一些比我屌丝的人打交道 感觉到我是他们的心灵导师 我是他们的一个什么良师义友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蠢,蠢在哪呢 因为我想从这帮屌丝身上找虚荣心,找存在感 这是天地之间最大的愚蠢没有之一 我先慢慢我自己再说,谢谢